柯文哲贴身帐房橘子徐止瑜被周刊爆料 手边可能掌握柯文哲关键USB和金流 并在剪掉第一波搜索前就出境 直至今日还没回来 前前就曾被周刊记者爆料柯文哲给橘子400万 疑似要他出国避风头 周刊直指柯文哲指示要橘子去民众党部拿钱 显示阿伯很可能曾在民众党部藏现金 而橘子也带走另一纸既有内障等资料的USB随身碟 随机出境飞往日本 从徐止瑜可单线接受柯文哲指示 处理现金等事物就可以知道他在全案的关键地位 周刊曾经直击柯文哲在大选忙碌之余 还专程与前永风经总经理张靖元会面 当时陪同柯文哲密访张靖元的人就是徐止瑜 精华城案紧留复杂 徐止瑜滞留日本未归 除了可能在传唤味道下 改列为被告发布通缉之外 一旦金流未全面完成分析 加上有关键人等未到案 司法界研判如果检方申请严压 法院也会裁准 预料全案在跨年前才会增结起诉 柯文哲恐怕在监索度过也但也 是一旦的 我是一旦的